美國想要在印太挑釋 所以美國國興布林肯 特別跟日本外相林芳正 南韓外交部長鄭義榮 在夏威夷潭香山舉行了 首次的面對面會談 還發表了聯合聲明 聲明當中三邊的合作 強調是很重要的 特別提到了俄物的危機 北韓飛彈問題 以及強調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這也是聯合聲明當中 首次出現的台灣海峽 有韓媒就分析 這可能會造成中國大陸當局的 強烈不滿 美國日本南韓 三國外相齊居一堂 強調區域合作的重要性 針對台海問題 美日韓都希望建立和平穩定地區 強烈反對任何試圖改變現狀 加劇地區緊張關係的片面行為 有南韓媒體指出 這是美日韓聯合聲明中 首次出現台灣海峽 媒體更分析 聲明當中影射大陸影響 台海穩定 會引發北京政府強烈不滿 聲明中也譴責北韓近期多次試射飛彈 破壞地區和平穩定 敦促北韓當局停止飛法行動 但三人也強調對北韓沒有敵意 將與北韓對話將持續保持開放態度 美日韓三方會談之前日本外相林芳正和南韓外交部長曾毅榮也首度舉行面對面會談 針對南韓認為左渡金山是二戰時期長征南韓勞工的場所 反對申請世界文化遺產以及慰安婦等問題進行討論 雙方在此次會議上依舊沒有達成共識 但由於拜登政府強烈希望日韓關係改善 雙方也表示會保持密切溝通 並朝關係正常化的方向努力 藉由廖晚宇綜合報導 美國公信力又被狠狠打臉了 你覺得美國不斷炒作俄羅斯最快二月十六號會入侵烏克蘭 現在紛紛又說無法證實俄國計畫十六號入侵 美國你是不是上眼狼來了戲碼呢 你是不是自損公信力呢 來聊天室寫上你的看法 記得多留言以及按讚 我們先來看到的是根據俄羅斯通訊社有報導說 烏克蘭駐英國大使館表示 基輔可能會同意 不加入北約避免戰爭 真的是如此的話呢 俄烏恐怕不會向美國期待的爆發衝突 俄羅斯在白俄大規模軍演 瘦肌肉展示驚人 炮火威力 同時俄羅斯大批艦艇 也可以曝光 前往黑海集結 我們今天看到新影片 的一個俄羅斯飛機 在通過特津海 走到黑海 美國國安顧問蘇利文在接受CN專訪時 與拜登說法一致強調俄羅斯隨時可能發動攻擊 莫斯科的侵略行動可能會以大量轟炸作為開端 讓大量平民受到波及 但普丁最快16號對烏克蘭發動進攻 蘇利文不願證實 烏克蘭也證實總統斯特倫斯基有意邀請拜登訪問烏克蘭 因為這對穩定局勢至關重要可以傳達強而有力的訊息 有助於緩和緊張局勢 不過白宮拒絕評論 美國提供烏克蘭的刺針飛彈目前已經抵達 同時第八社空降師3000名增援軍力也飛抵波蘭 佛羅里達150名國民兵則是在烏克蘭境內負責訓練烏克蘭民眾如何使用槍械抵抗 拿著木頭製的假槍練習瞄準 其實這位從商女性對軍事一竅不通 烏克蘭強調一旦俄羅斯攻擊 能夠全民皆兵抵抗入侵 總統澤倫斯基稍早也表示 如果任何人掌握俄國 2月16號開始入侵烏克蘭的補充消息 請提供給烏克蘭 烏克蘭外長則是呼籲要與俄羅斯和歐洲主要安全組織的其他成員就緊張局勢舉行會議 不過離烏克蘭比較近的歐盟國家及大陸方面並未提出警告 但澳洲總理莫里森則將矛頭轉向中國大陸 認為大陸對於俄軍重兵集結 保持冷淡沉著 大陸常駐聯合國代表張軍則是回應 認為美國應該停止刺激緊張局勢 而不是麥克風外交 記者綜合報導 好美國不斷說快要進攻快要進攻 而且拜登就特別點出來說 是可能日期就是2月16號 不過看到中國大陸態度則很不一樣 同樣是2月11號的時候 中國大陸駐屋的使館卻說 烏克蘭這個地方疫情很嚴峻 提醒大家做好防護 而且針對於大陸 有沒有可能有一些撤離計畫呢 大陸外交部也說 目前工作非常正常 中方密切關注烏克蘭局勢發展 中國駐烏克蘭使領館 目前正常工作 中國駐烏克蘭使館 已發布領事提醒 指導當地中國公民和機構 密切關注烏局勢變化 增強安全防範意識 中國外交部及駐烏克蘭使館 將繼續與在烏中國公民和機構 保持密切聯繫 及時提供領事保護與協助 切實維護其安全和正當權益 美國說216可能就會入侵烏克蘭的 但是來看到烏克蘭的總統說 請提供我們相關資訊吧 美國現在改口了 是重創你自己形象呢 比如說國安顧問蘇利文就說 沒有啦 是隨時會入侵 另外來看到國防部的發言 科比也說 現在是沒有辦法證實 2月16號會不會入侵的報導 當初的時候2月11號 拜登說是具體說2月16號 現在通通包括了 國安顧問還有國防部 通通都改口 也被說美國公信力在哪裡 太多介紹 代表年年有餘 好運忘了沒 今年削小高級之大一樣 恍乎天旺的好產品 福福天旺就看這一包 旺旺大禮包 送到您的西館裡 讓你紅紅 火火 旺旺年 歡歡樂樂 綿綿旺 旺旺大禮包 福福天旺 過年就是要旺旺 美國總統拜登現在被說內外夾擊了 包括經濟上沒有搞好 通膨又非常嚴重 而且民調直直落 還有剛剛說的烏克蘭的危機 加上美國自己經濟也很慘 美國跟加拿大邊境的 主要跨境大橋 天使橋 在反疫苗卡車司機 跟抗疫團體長達7天的 霸橋抗疫癱瘓重要的道路之後 14號終於有警方清空了 但其實這項反疫苗活動 還在其他國家延燒 比如說歐洲地區 法國等等的 而加拿大總理更是痛斥 這是外國資金的活動 他是要說是美國在背後 進行了外國資金活動 因為說這個資金 一半都來自於美國這個地方 傷害到了加拿大經濟 多家媒體有評論則認為說 這是美國的右翼保守派 把類似的美國國會暴動事件 移植到了加拿大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加拿大也很不滿 美國把這個衝突倒向了加拿大